大家期待已久的原名是臨終一戰 後來改為中林大戰 八萬拳賽剛有記者會完結公佈對戰的拳手是什麼 略嫌雷聲大雨點少了一點 還要適逢今早就黑雨,雷聲真的有點少 中培申後來單方面強調是國際性的拳壇盛視 也只能拭目以待 只能拭目以待 當中的總共是5加1,5場 其他拳賽,然後壓軸是中培申林作的對壢 大J,大家也知道最近不停由他第一條片 無緣無緣無故去大埔操拳已經知道 因為他兩人和阿忠都很友善 有不同的合作 所以估計是會 直到他正式和阿忠打了個 友誼賽,練習 都不用說都知道,他肯定是有份上陣 但對手是誰都是各種猜測 亦沒有任何定案 這邊的保密協議都做得很足 可能我自己消聲不靈通 最近進軍評論樂壇 評論聲夢那些 結果網民是有點失望的 因為看不到屎萊姆 大家最期待大J打屎萊姆 但大J也透露到 他沒有指明誰 只是說了一些形容 說有些磅數重他很多 還是他重人很多 就不知道 然後又說長期大灣區發言 是否說張志恒 但張志恒不是 他是批准一些東西 結果大家失望一點 看不到屎萊姆 亦相信繼續深潛 我們也無謂 繼續說 阿屎 說回這邊 Steven 錄了一段影片 沒有出席 都知道自己敏感 一出席 相信有各種記者 照顧 但今次的記者是失色一點 下面有一段說法 錄了一段影片 都見面 兩組關鍵字 有個很大的決心 希望轉變 簡單來說 有個很大的誠意 就是洗心革面 每天都在訓練 每天都在訓練 希望在台上 這是我自己說的 希望在台上得到 網民、觀眾各方面的支持 以至家人 這應該是他的想法 大J這邊 他是聰明人 學習應該很快手 但是 權這方面 其實就是身體、手腦協調 以及即時反應 很多東西是打個觀念 打個意識 你練多少沒用 你的觀念未出 在某些時候 你就會做了一些錯的事情 意識未培養到 你會做了很多 例如中賣被人打 或者在某些時候 例如現在是很流行 一些 counter attack 那些意識是要培養出來 如果沒有 都希望打一場好拳 兩邊 但是應該 如果你純拳那邊 肯定不精彩 但是如果兩個人打 鬥志 應該就 不會太差 然後 潘啟晴 我只顧弄這幅圖 這幅圖 也不容易 這幅圖 因為 原材料有限 我開到1080 拿下來的圖都是蒙蒙的 而且拿不到漂亮的圖 有限地做了這個 我忘記查潘啟晴 但我記憶中是 曹聖余私底 九成九是 害怕 沒有 double confirm 應該九成九是 以前曹聖余去菲律賓集訓 他也有跟進去 算是私底 他自己現在 轉職業 九戰七勝 四次KO 對 一個叫姚達輝 原來 姚達輝是贏過兩次的 分別是職業和業餘的時期 都贏過一次 總共兩次 變成有些搶頭 不看拳那些誰知道 不要說誰贏誰 姚達輝我不知道 當然沒有看本地拳賽 但潘啟晴怎樣都知道 但普通大部份這位觀眾 曹聖余私底 曹聖余都忘記了誰 我想一下 是吧 另外有些奇怪 17LIVE 好像冠名的一場拳賽 來自口罩小姐的其中一個佳麗 ODI 164cm 不是太高 就對 做美人裏面的Kathy 做美人真可憐 我評論 不是評論 我介紹前瞻的節目 但我 輸我沒辦法 真的一集沒看過 Kathy 165cm 158cm 更矮 ODI 好像看上鏡是多高 164cm 其實不高 但上鏡高 可能Kathy 44公斤 另外有個 世界級拳王 兩個分別都五張多 另外 現役世界級拳王 有兩個是世界級拳王 有兩個 老一點的拳王 其實要真的打拳的人才認識 可能疫情關係也請不到外國拳手 唯有寄望看看口罩小姐 如果她按照順序表 應該就是 潘啓晨打頭陣 應該會挺精彩的 因為她自己是九戰七勝 那邊是二十八戰二十三勝 絕對是 會好看的 第二場應該是口罩小姐打做美人 出頭 是吸引的 但是她們穿什麼 拳 穿什麼衣服來打 戴個bar top bar tube 不知道 大J打這個張志恒 其實 張志恒 變成有少許 捉到也不懂得脫割 如果容許 直一點 都是軟轉一點 張志恒現在 似乎人氣已經 和負面 連成掛鉤 真正人氣 對她的興趣不大 對她的興趣不大 又不是什麼真人 展示 對這個人 怎樣洗心 革面 怎樣改過自身 重新做人 其實不關我的事 網民的東西 吃完花生就下一局了 吃完這顆 看看下一顆是什麼 怎會翻出 沒有什麼吸引性 大J 所以大J一定是打史萊姆 如果 怎樣都好 請到出來 一定會爆 但現在 你說如果不打史萊姆 打誰呢 我又不知道大J 得罪什麼人 多 不知道 網友會知道 連登那些很熟 這個不知道 變成沒有了 然後 亦都幾失色 這個 記者會竟然在場 記者 沒有人發問 一開始 提問時 沒有人發問 可能 第一就是 那些記者都不知道 你那些拳手什麼水 在那方面 拳的東西 問不到 但是 你說 阿忠 和林作 那些可以問 吧 但可能 最近 炒來炒去 都是這樣 又是沒有什麼好問 又問大J 亦都不知道 問什麼 變成沒有人 舉手 一到 一個5-10秒的 一個冷場 變成 主持 亦都倒閉 問網民 那些問題 變成那一刻 挺有趣 我就後悔 沒有去 不過 亦都 時間成本都操重 你無緣無故 走到 那邊 問一條問題 亦都沒有聯繫 這樣問一條問題 就是 沒有去申請記者 一來 二來 申請 不知又沒有 然後三來 亦都猜不到 原來在場觀眾 都可以問 沒有 如果我問 我就會問 阿忠那邊 之前 就是 跟記者說 他擔心 他唯一擔心 就是 權政的水準 那什麼意思呢 又不是作弊那些 他暗示自己 以真實的搏鬥 我從他的語帶 如果我自己主力看UFC UFC 拳手的意識就是 打死對面 才會停手 但你不會打死對面 因為權政 在 將近出現 未出現 生死時刻 權政意識就會分開 所以沒有可能會打死對方 但權政的意識就是 以打死對方 為終極的意識 所以暗示 鍾培生自己 應該會很凶狠 我想問 如果他 這個意識 會去到多盡 是否真是 low mercy 還是怎樣 然後如果 林作那邊 喂 大哥 別人 阿忠 真是當要殺人那一隻 那你怎樣看 你練半年 是吧 又看看他們會怎樣回答 那變成 為什麼失息呢 因為兩人 前期沒有什麼 嘴炮戰 已經可能大家都鬥嘴鬥到有點悶 還有林作那些 都是 那個什麼之徒 他現在的保險又這樣 他都不需要特別去 做額外出風頭的東西 一會兒說錯 就更糟糕 他都很精靈 沒有什麼怎麼說 不過裡面都說了 一個挺有趣的 又是很幽默的 罐哥應該不是爆肚 已經是 自己預早寫定 就說自己現在的備戰 就等於 阿中那邊近這兩個月 就用了三合 杜雷斯的一樣 經驗值提升 我也挺搞笑的 那一刻 然後也帶到 林作有個下線 有網友叫我拍 那些 schedule 都未排到 那條片 就說有個下線 就 跟阿中打了一場 那一場都未說 打到阿中 紅貓眼 然後他說 我這次就不會打紅貓眼 這次我們比較厲害 要打到豬頭 但是其實 我看了阿中打大J 沒有說 林作的下線 其實 如果照看進度 林作是不夠阿中打的 阿中跟他的下線 其實是流了力 他似乎是在練擴打能力 你說 為什麼不還手呢 其實他應該是練體能 練擴打能力 練被人打的感覺 因為難得 林作的下線 拳都挺重 只不過那些氣不夠 其實打了第1回合 就軟了 林作的下線 相反 阿中那邊 按我的看法 他真的以這個部署來練 就是練氣 練體能 練抗打 練 被人打的感覺 因為你說 這麼搞笑 什麼被人打的感覺 因為 拳有叫抗打能力 而且 抗打能力就還抗打能力 被人打的感覺又是另一種 這些是必須要練習的 這些是必須要練習的 而且你在訓練時也有練習 但是你去到擂台 因為 對手可能是不留手的 或者吃東西認你真的接壞 那個練習又跟平時的訓練不同 我覺得 他是玩這個 這個制定的 另一邊也達到一個 就是隱藏實力之效 變成 那邊我其實也想問 會不會追著打 還有如果林作頂不暴 是不是一個回合KO就算了 還是慢慢 攤牆來玩了四回合 即是一路折磨他 變成可以撩下他們的 意欲又兩邊罵下 變成記者會就很快完結 沒有特別的 沒有特別值得回顧的東西 所以錯過了或者沒有去到現場 即是原本你打算去 而因為各種原因 以至可能今天大雨 算了 那你沒有什麼損失 然後最後我們完結 就說完結了 那麼 中那邊就似乎說了很多很多東西 關鍵字就是替天行倒 champion 然後人者無敵 那就 為觀眾 為觀眾而戰 然後就吃花生霧 還有明顯似乎他修改了 自己的形象定位 是修改了 似乎自己也知道 他早前就知道了 你天天 你發什麼post都被一千個網民罵你 你多鐵 除非我們最高無上那些人罵他 二百萬人罵他都毫不動容 否則你 天天 出任何事都被大批網民罵 怎樣都要面對 所以他這次很大體 他這次很大體 心裏有了一個廣告 有了一個 有了很鮮明的意識 去表演這次要說的事 變成 形象工程 但是長拳 大家就看看 以上純粹我自己個人見解 最後你買不買票看 我就不加意見了 大家 喜歡就進去看看 今集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想法下面留言 繼續文字交流 了嗎